什麼? 喔!這個練了多久啊? 練了大概九次吧? 八、七、八、九次 八、九次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你剛剛我說什麼? 呵呵 受傷 我只有一次是還蠻可怕的 就是我的頭髮 卡在那個鋼絲裡面 捲進去 然後因為我不知道我就飛下來 然後飛起來的時候那個鋼絲 就是整個把我的頭髮 一撮這樣整個撤斷 然後我當下都還沒有怎樣 我就覺得好痛喔 然後很痛之後就看到一撮頭髮 從我面前這樣飄下來我就哭了 所以我在想說我是不是只在意頭髮 哈哈哈哈 對,因為那一撮真的還蠻 一大把 對,然後我就淚流不止 就只有那一次,但是之後 他們就是,他們也很擔心 所以他就把那個鋼絲全部都用黑膠在這個殘上 就再也沒有被卡住過了 那有哪裡瘀青呢? 瘀青到沒有,只是背跟腰都蠻痛的 然後腳底滑的也是蠻痛的 但都OK,我覺得那都小事 對,我覺得可以有一個這麼棒的一個體驗 就是在空中有一個很漂亮的表演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這算是 練了 喔,這個練了多久啊? 練了大概九次吧 八、七、八、九次 八、九次大概一個月 的時間,然後你剛剛說什麼 呵呵 受傷 呃,我只有一次是 還蠻可怕的 就是我的頭髮 就卡在那個鋼絲的裡面 就是捲進去 然後因為我不知道我就飛下來 然後飛起來的時候 那個鋼絲就整個把我的頭髮 一撮這樣整個扯斷 對 然後我當下都還沒怎樣 我就覺得,欸好痛喔 然後很痛之後就看到一撮頭髮 從我面前這樣飄下來 我就哭了 所以我在想說我是不是只在意頭髮 他完全不怕高級在乎頭髮變少 是不是 對,因為那一撮真的還蠻 一大把 一大把 對,然後我就淚流不止 就只有那一次 但是之後 他們就是 他們也很擔心 所以他就把那個鋼絲 全部都用黑膠在這個殘上 就再也沒有被 卡住過了 那有哪裡瘀青呢? 瘀青倒霉喔 只是背跟腰都蠻痛的 然後 腳底滑的也是蠻痛的 但都OK 我覺得那多小時 對,我覺得可以 有一個這麼棒的一個體驗 就是在 空中 有一個很漂亮的表演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 老師,這算是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我覺得我 高難度喔 對我來說每一次挑戰 我都覺得這麼高難度 對 但是就想說 認真然後努力的去盡力完成 就好了 所以那麼高 你要怎麼樣讓自己的表情 看一下也那麼性感 喔 這也是花了蠻長一段時間 因為我每一次旋轉 玩 我都會想要塗 然後他們還嘗試著說 要不要吃雲車咬 對 然後每一次就是練完一次 一回合之後 我就必須要先休息一下 就很像 就是做那種 當神跟人體 咖啡被玩 就很暈 然後很想吐 然後昨天也是在 小巨蛋 第一次在小巨蛋 空間感就不一樣 然後我也是一樣 一回合完之後 我就開始 餵石頭逆流 現在好多了 現在好多了 好多了 而且現在也餵石頭逆流 現在 現在變成是感冒 現在感冒 但還好 就是剛剛順利 我就覺得 那服裝那麼性感 有沒有什麼 沒有怕走光啊 有沒有什麼衣服 而且背起來 也不怕下面人看到 背起來 喔 那個我們每 我們那個衣服 有試滿多次的 然後也調整過很多次 就是 有去做很多的防護措施 所以剛剛大家以為 都會穿到內套 會不來這邊受訪 如果發生汗海這一套 對 因為我後來還有一首歌 這樣 那首歌沒有辦法穿 威牙衣條 沒有很卡 你知道 對 所以上台前讓你覺得 有些心靈壓力嗎 覺得 會害怕等一下發生什麼意外 怎麼辦 還沒有進小巨蛋彩牌之前 我是還蠻害怕 因為 就是 他們有說小巨蛋空間感是非常大的 然後 就有點擔心 然後我就問經紀人說 欸我有保險嗎 他就說 有的 我就放心了 有確認那個金額夠高是不是 我有說是蠻高的吧 他說對 我就盡情的飛了 他自己表演 自己的表演 呃 九十 因為剛剛 那個 劉老師跟裕老師交代我的 我都有盡力的去達成 剩下十分去哪了 十分喔 可能再給我一個月 我可以挑更 哈哈哈 沒有啦 對 就是不要打 打太滿分 那你剛剛有說 就是搶下另外一個 就是代言人 對 你當時 他當時怎麼回應的 當時他就說 喔 好啊 那來PK啊 然後我還回他說 我其實只跟厲害的人打喔 哈哈哈 是不是很勇敢 我超勇敢的 那你剛才叫他電話之類的 呃 我是想 蠻想去看他比賽的啦 嗯 對 就是希望有機會可以去 呃 當他的啦啦隊 剛才那後台 就有什麼 我還沒有遇到他 因為我剛剛開場 就直接去後台了 對 但等一下有遇到的話 我會祝福他 嗯 所以等一下他們 順便跟他請教他如何成為 幸福人妻 就是祝福他 嗯 就變得恭喜他 嗯 對啊 請教 嗯 嗯 就是祝福就好了 對啊 現在快到了 有沒有想到 就是剛過 對啊 過了 嗯 就是 對另一半有什麼樣的期待 另一半喔 嗯 我現在 就還是隨 隨緣欸 嗯 沒有特別 期待 因為我覺得我好忙喔 就是一殺青完之後 就要開始練高空 飛 對 然後每天都在 拉背 因為其實這個在空中旋轉 這個背跟 腰都要很用力 要hold住 然後我平常是沒有在練背的 然後我因為這個 我這一兩個月幾乎都在練背 就晚上都在拉緊 對 所以背上跟毛 應該也沒時間 就是 交戰費用 這男朋友是不是很適合找 要幫你按摩的男友喔 或是按摩師 復健師 他就直接找復健師就好 然後他就交一個 很浪漫啊 一邊復健一邊 台內他還不覺得是一種 比較情趣 啊 沒關係啦 或是暫時先去按摩院就好 對 謝謝喔 上面飛的時候 上面飛的時候 我都在看二樓跟三樓的朋友 對 因為老師有交代說要往他們那邊看 不然會暈啊 對 因為如果往下看的話我已經 有人跟你打招呼嗎 有人跟你打招呼嗎 蛤 有人跟你打招呼嗎 看不到 我眼神就是空的 對 如果有可以聽到他們說 安心啊 這樣嗎 沒有 我只要一飛出去的時候 我聽到 哇 的意思 唉唷 不錯嘛 就有點開心 對 然後就瞬間自信心就來了 欣賞